院長在我政治質詢之前 首先三個感謝 感謝蘇院長真的是有魄力 而且堅定的帶領行政團隊 讓國人面對這個疫情當中 關關難過 關關過 第二個感謝戴華身為國會議員 也代表國人感謝我們蔡總統 能夠沉穩迅速的讓臺灣成為 全球防疫體系當中貢獻的國家 第三個真的誠懇的感謝 站在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守護國人健康 以及也感謝我們全體的國人 相認配合我們政府的防疫政策 也因為這三點成就了臺灣職棒 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 能如其開打國際職業賽事的一個國家 甚至很多外媒都來報導了 這可以證明我們的防疫確實有成 臺灣人民雖然這段時間的生活有些不便 但是向世界證明的一件事 我們可以維持正常的工作跟求學 好 今天要正式總質詢的議題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彈性調整 延長公時總時數 第二個議題是推動權責照護 法治化並納入健保 好 那在第一個議題當中 我也分做四個面向 先做個背景說明 疫情發生前 疫情發生時跟疫情結束的初期跟疫情結束之後 好 那我們彈性調整呢 延長公時的總時數啊 疫情發生前的時候呢 我們消費者 勞工 僱主他們各自怎麼說 消費者說啊 因為一例修千動人士的成本啊 週休二例許多診所 修車廠跟小吃店都不營業了 所以呢 造成廣大三班族原本可以利用週休二日處理的事情 受到影響非常不便 以診所為例 我這個小朋友發招只好先到教學醫院急診 等到週一下班後 我再到平日的診所再看一次 浪費時間 也浪費醫療資源 那勞工怎麼說呢 他說啦 工時及加班時數的影響 老闆不可能另外再請一批人工作 因此呢 假日的不營業也減少了加班 勞工收入是明顯減少的 假日必須另外找打工的工作 彌補減少的收入 才能支應生活之所惜 那雇主怎麼反應呢 他說日目前的法規啊 支付勞工的加班費 確實會讓很多的中小企業 他入不敷出 不如關門休息了 還可以陪陪家人 如果呢 以消費者少支出 勞工 雇主多休息 這確實是善盈 而實際的情形卻是我消費者不變 勞工 雇主的收入減少 這是三叔 所以如果台灣經濟要成長 人民生活要更安樂 到底要選擇哪一種呢 好 我們來看疫情發生的時候 疫情發生後啊 因為醫療和口罩的生產製造 配送發生等需求 受限於現實的工時上限的限制 將自愛難刑 在武漢封城1月23之後不到兩個禮拜 勞動部也迅速的在2月3號發行 疫情快速的升溫 各級的醫療院所以及相關產業 除一般的加班規定外 可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2條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情況下可以特殊加班規定 好呢 由於法條原本就有因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的彈性規定 讓我們有了即死血套 再 我能夠供應民眾的醫療及防疫用品 因此 彈性規定對於國家面臨災難的時候很重要 在平時 彈性規定對於民營工廠 趕工 集單 食也非常重要 這是關乎民間企業的生死生存 好 我們看疫情結束的初期 經濟部超前也部署了 它為因應肺炎影響的產業 振興重建工作 制止勞工 延長工時及假日出勤的限制問題 來尋求解套 發文 問了勞動部 勞動部也在3月20號迅速的回應 好 這個受影響的產業 工時跟出勤 在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第19條 鎖定的實施期間 是可以准用我們勞動基礎長32條天災事件 事變及突發事件下的特殊規定 有這樣的彈性規定 真好 絕對是產業界所熱見的 只是我們的振興特別條例第19條的實施期間 直到明年6月30號 好 我們來看疫情結束後 我們要思考這問題 這一次的疫情讓我們學習到 當國家遇到緊急事件的時候 領導者的沉著面對 以及所信帶來的法規規定 跟各部會的即時因應 讓產業界充分發揮了其效率 而目前不少企業受創 仍努力維持員工 以當年SARS為例 未來復工必開展大產能 這個產能必大開 但卻可能受限於加班時數 一例一休等勞動規定 綁手綁腳動輒促法 所以本席要在這邊 為產業跟勞工發聲 請問院長兩個問題 明年6月30號的期限 如果藉其藉時的疫情 能未緩解的話 會不會繼續延長彈性空時 第二個 疫情結束之後 希望政府能夠重新研議 在勞資雙方合議下 勞資雙方合議下 談調整產能及勞工 彈性規定的工時上限及加班時數 院長您怎麼看呢 這兩個問題 謝謝委員 首先對我們行政團隊 對蔡總統領導國家及基層防醫護人員的 辛苦肯定跟鼓勵 委員所提出來 這一次看到 總統的情況 到底是 要選擇哪一種 我們當然一定要三贏 這個做法 那委員提出來描述的現象 確實存在 那也看出這一次勞動部 反應很快 藉著這一次疫情 檢討了 平常 運作上有所不便 以及碰到事情 應付不來的 過疑 這個沒有彈性的法律規定 但幸好我們的法律裡面 也有彈性天災事變這一條 所以我們許部長 非常快速的 也把相關規定過去作業的 這個現實的意義解套 所以有了這一次紀念後 我覺得如委員剛才指教的兩點 就是撞算期限到了 我們有了這一次紀念 是不是就這一次的這個紀念 來檢討相關法律規定裡面 過時 也就是休息啦 一個規定要 所有行業 這個太死了 各個行業不同 應該比較彈性 第二 行業碰到情況也不同 像現在 疫情緊急 生日很壞 睡著不會有 沒有 沒有 也就是休息很多 那以後可能很快反彈起來 恐怕要大量生產 可能工時要差 所以已經 勞動部就相關這些已經在做準備 所以未來 以這一次的紀念 怎麼樣才適用 也如委員剛才問的問題的第二點 我們會往這一方面來走 我請部長給你報告一下 是 剛剛我想委員在關心的是說 我們疫情 結束之後 那要振興 那振興可能需要 一些比較彈性的 這個加班的規範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 以目前的勞基法也好 或我們過去的相關 還是也好 是可以解決了 因為我們的 因為重大 老師講平日 不是振興之後 而是真的 因為剛才院長已經指示了很清楚 彈性 對於平日當中 並沒有適用各行各業 我們現在一法 施行各行各業 所以這個東西是 真的是目前實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者是怨聲賽道 雖然本黨目前大贏的情況之下 蔡總統也講了這句話 並不能把所有的選票 等同大家百分百的 支持政府所有的政策 我想院長您是非常非常接地氣 剛才你的發言 是讓本席非常的感動的 直到現在因為 本的勞工基準法當中的沒有彈性 整個限縮了整個 這個加班的總時數 並沒有按各行各業 讓他們在雙方合一的之下 有彈性的作為 所以我想部長這邊 您 對 報委 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 我要說明是振興階段 其實我們可以用 復原從進的一個概念來解決 那第二個有關於您關心的 平日 平日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在 會參佐委員的一件 還有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也跟勞資雙方 就這個議題 有一些討論 那未來我們會儘量 讓大家能夠在共識之下 那去進行 朝山營的情況之下 來檢討 對 在潮之鎮 山營的情況下 然後那個大家 有共識的情況下 我們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好 我非常高興有聽到這樣子的 這個研議方向 好 我現在進入到第二個議題 推動全責造負 法治化並納入健保 在前年11月的時候 有這樣的媒體報導出 病床旁的造負危機 統整出了健保資料庫 並進行全台19家的醫學中心的大調查 披露了全台民眾負擔 醫院勘付費高達660億之多 醫院卻將這樣的病床照護工作 外包給重介業 只抽成不把關 不僅病家的負擔沉重 勘付本身也都缺乏公衛的保障 及專業的受訓 形成醫院照護及院內感染的黑洞 在SARS2003年的時候 也因為這樣的漏洞 我們犧牲了兩名勘付工 四名家屬 所以在目前疫情嚴峻 當下 我即使現在的行情 勘付費用已經漲到每天2600塊 還尋覓不到願意工作的勘付人員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護病比 顯然是高於其他國家的 避免護理人員過勞 來影響病患的照護品質 所以魏伯伯在去年的時候 讓護病比入發 7月的時候上路規定了 醫學中心的護病比 必須達到至少1比9 健保署還宣布了 將預住10億元 用於住院護理費的加成 當醫學中心的護病比 小於1比7的時候 可獲到加級的加成20% 同時調高了重症的加護病戶的護理費 以提高醫療品質 在2014年的時候 曾有學術研究發現 台灣的護病比是高達1比13 遠高於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 這是黃金比例1比7 英國是1比8 所以本習在這邊呼籲積極推動 希望行政院能夠採納護理 助理員的法治化 就可以替我們的醫護人員 來解除現階段 疫情壓力底下的不合理的 護病比 所造成的壓力 簡單講 什麼叫做護理助理員 就是讓我們的 康復能夠有 專業的工衛保健 也讓我們的康復 能夠有專業的受訓 這樣子有一個法源依據 讓我們的護理助理員 能夠正式的在法規面向當中 來照護我們的病患 讓我們的護理助理員的法治化 也充實我國的醫護體系 在肺炎疫情嚴峻當下 我國的醫護人員 承受龐大的壓力 目前的護理人員法 僅規範到護理師 護士 實際上照顧慢性病 或重症的康復工 卻沒有任何的法律規定 或證照規範 如果可以將護理助理員法治化 不僅可以有效的紓解目前 以疫情嚴峻帶來的 醫療體系的壓力 也助於我國強化了 這個醫療體系 好 過去曾經怎麼做 衛部部也曾經表示 要修改醫院照護管理員的 管理要 醫院照護服務員的管理要點 醫院得色專戶或基金 提供康復在職訓練 並把關了勞動環境 推動醫院的全責照護 職聘照護員等等 而陳時中部長呢 在去年年底呢 也向院長您報告了 院長您也指示說 要積極規劃相關的事宜 衛部部除了四辦計劃 未來會思考運用類似 長照的支付標準表 各位會根據支付項目 建立多對多的 共同照護派請案的系統 而在今年3月16號 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中華民國家庭照護關懷者總會 他也有這樣的提案 有鑑於民眾啊 因為家屬住院陪病負擔 由於長照家庭更甚 且新冠肺炎的疫情 凸顯了康復 以陪病家屬醫院感染 管控的缺口 所以這個提案說到 建請衛福部提案 於明年全民健康保險的 預算協商提案 醫院要全面推動 全責照護 住院不必再置聘康復 院長你知不支持 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的提案 目前的進度 如何進行 未來又打算如何推動呢 院長 我跟委員說明 背景我就不再重塑 那委員對相關的資料 掌握得很清楚 我們目前呢 如果是要有健保來推動的話 可能必須要請 所有相關推動計畫 做整合之後 用到健保的相關審查小組 包括健保會跟共理會 那如果符合付費者意願 其實同時給付的一些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